原来帅气儒雅真不是男人专利 这个女生出场就是嘴角上挑 邪魅坏笑 平时有逆男这么笑 大家肯定非常抗拒 但在他身上表演 反而会被迷得神魂颠倒 不少人还说他一火 内娱男明星该集体退圈了 他到底什么来头 乐剧新龙门客栈 女扮男装反穿饰演 玉面郎君 撩起袍子一抬腿踩在椅子上 摇扇间就煞食英气逼人 不仅演出剧场一票难求 甚至短短几秒的羡慕视频 都能在网上收获百万播放 这个让年轻人戏取DNA 重新唤醒的人 这是90后乐剧女演员陈丽君 讲起乐剧这类戏剧艺术 大家都会下意识认为 和传统戏剧一样 一板一眼严谨又规范 但反观陈丽君女小生的半相举止 表情干净利落的像白开水干净 举手投足又都是洋洋洒洒的脾涮 和传统戏剧形象有如此大反差的原因 就藏在她的人生经历里 出生在浙江的陈丽君 从小就接受乐剧文化熏陶 年仅12岁就去异校学习 小小年纪 常常因为练习难度高的基本功 而摔到五脏六腑都痛 同龄孩子会怕痛离开 而她却咬牙坚持了足足三年 完全不允许自己懈怠 努力刻苦还不够 接下来她要面对一个巨大考验 原本练习花旦的陈丽君 因为身材高挑 不适合练花旦 因此 骤然被班主任告知 要转行学小生 通常来讲 戏剧里面 生蛋静默丑的小生行当 多由男性扮演 而要从花旦到小生 就意味着陈丽君 要在表演形体唱腔上改变 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 全部要重新学习 不仅推翻训练艰难 过程更要面对不少质疑 为了演好小生文人气质的儒雅 陈丽君比别人付出成倍努力 最后角色 大到一个推门的动作 小到一个微表情 一滴眼泪 都被陈丽君 抛袭揣夺的出神入化 对于她来说 自己阴系走红 也离不开 小百花 全女班乐剧团的 言传身效 比面每个女性 都能将生蛋静默丑 完美演绎 既可以有蛋绝的柔美 贯穿小生石也能潇洒 英气不油腻 最终 自己一颗小石子 在戏曲文化中激起了千层浪 带动更多努力的年轻戏曲人 走向大众视野 而她 也始终没望传承乐剧的使命 继续和小伙伴们探索出路 既保留 乐剧特有的唱腔 武打身法 又创新演戏环境 小到人物造型 都十分贴近现代神美 衷心感谢 在戏曲文化中默默传承的艺人 我们乐剧还是非常年轻 依旧可以很新潮 这个潮要怎么样掀得波澜壮阔 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 就要看我们是怎么去努力了 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勇气和能量 去把这部潮 也祝愿乐剧能在未来呈现燎原之事 在代代传承中成为新的经典 好的 好